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有没有来 你写了一篇文章对不对 你说你觉得在服从权威的人 我直接把你引下来 因为原本讲错 你想了想之后 觉得弱势在权威下的要求是不用负责的 前提是只要权威负责 然后你最后相信 相信大多数没有后台的人 也会乖乖服从 所以我认为他不用负责 而你这个很好 独排众议 认为在服从权威的人不用负责 因为之前我看我们讨论板上面 大部分同学谈的都是要负责 那有些同学在看情况 讲比较具体 比较细一点 但是基本上就倾向基本上要负责 结果你来一个说不用负责 完全不用负责 太好了 这个后面还有同学就开始 跟你谈了 讨论了 我们这种欢迎讨论 理性的讨论 由志诚 你就会对他稍微有点不同意见 对不对 志诚你也写得很好 你分析的不同 其实瑞颖 我其实想知道 因为你跟大意见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会吸引我注意了 你现在是少数啊 少数影响 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你讲的很简单 我想请问一下你到底 你到底认为人有没有理性跟良知 首先这是第一点 你如果认为人没有理性跟良知的话 后面也不用谈 你认为人有没有理性跟良知 有 那你就开始事情比较麻烦了 人有理性跟良知 可是在权威的情况之下 我们通常认为人 有理性跟良知 所以他必须他自己自己负责 对不对 那你说但是我们在权威底下不用负责 意思就是说人虽然有 一般情况下虽然有理性跟良知 可是碰到权威之后 你是怎么想 就突然没有了吗 因为如果你会 你可能会因为在权威死的话 那你一定要服从他 对我现在问你 人在权威底下 还有没有理性和良知 是完全没有了 还是还是可能有 不会逃避 所以是完全没有吗 还是多少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 哇你事情有麻烦了 可是可以少到事而不见的 所以到底有还没有 算没有 没有 人只要一碰到权威 理性跟良知突然降到零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说本来人有的 可是碰到权威一来 比如说我假设老师是权威 我一来 你现在没有理性没有良知 是不是 你现在理性权威良知 通常降到零了 对 对是吧 你是硬吞下去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人碰到一权威 就突然降到零 你现在真的降到零吗 你想那么久 降到零应该不会想那么久 你应该马上毫不犹豫的 对对对对 想那么久啊 感觉好像不是很 好像有点勉强的样子 你真的认为人碰到权威之后 就完全没有了理性和良知 OK如果你这样想 你会碰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法律啊罪犯啊 我们还是认为它 我们还是判断它是不是在自由意识下犯罪 所以我们会判它是不是蓄意的 会不会是过失的嘛 对不对 那照你这个说法 反正只要碰到权威命令的通通无罪 因为它在道德上不需要负责任 法律上 因为它理性 它的理性跟良知降到零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机器人了啦 机器人没有理性没有良知 OK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碰到权威之后 你就变机器人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的前提是 就是如果是在纳粹的权威下 就是 什么叫纳粹权威 我想说所有的权威 就是如果知道你一反弹 就会被枪毙的情况 那是很极端 就是它用你的性命当作筹码的时候 那当然我是说那是极端情境 我现在讲的是电极实验 命运官电极实验 还有那个麦当劳打电话那个 那个没有人要你枪毙你 电极实验者也不会把你打释 就像如果你说 如果我不听你人家当我 那我就会试试试试试 我没有这样讲 我现在也不是讲这个情况 我现在讲 我再重复一遍 我刚讲清楚了 我讲的是Millard Grant里面 实验的那些俯虫的人 他们没有人要相比他 他只是做实验 还有包括麦当劳打电话 我们一开始举个例子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法国 那个节目里面 电视节目里面玩的 我就举这三个例子好了 没有人要相比他 也没有人要当他 他们要不要负责 如果你认为理性和良知降到零 他们就不用负责 他们跟机器人一样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就好像你电脑拿指令 他就这样做 你要讲出道理来 而且你这样讲下去之后 我跟你讲 后来那个麦当劳被判刑 那你事实上 你会怎么不用负责 他们不应 你其实是主张 那个法律判错了 所以你应该去主张 放出这些人 你会这样做吗 现在我们现在 监狱里面是关了一大堆 这种服从这个小弟 黑道小弟 服从老大的命令 去开枪把他强了十几枪 或者灵虐到死 这个小弟也被判刑 照你的说法 这些小弟是机器人 对不对 对 这机器人就是跟 就像你现在一样 对不对 你现在是机器人嘛 你这个讲得好像勉强的样子 你如果是机器人 你就不用负责的 所以你应该去主张 放出这些人 即使这些人杀的是 杀的是再重要的人 即使是你亲生 或者是你的家人 甚至你都应该认为 他们不用负责 因为他们是机器人 你说你要找的 应该是控制机器人的那个家伙 背后那个写程式的人 你真的认为人是这样吗 你这个人 你写出个道理来 然后你要从你的行动上 你现在开始 我会密切观察这个讨论串 你既然讲得这么死的话 我会密切观察 你的讨论串跟你的行为 你应该去视频上 去街头主张放出这些人 OK 照你的论点 因为他们是机器人 他们不应该被判刑 我们不会判机器人行 所以我们不应该判这些人行责 我看你会不会这样做 我就接下来这些人 我就看你这样做 既然你回答这么硬的话 OK 我没有说要当你 但是我会密切注意这个现象 你可以继续讨论 尤其是这个志诚 你写的这个很好的说法 你也可以跟他谈一谈 OK 我们现在是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之下谈 好不好 我会密切注意这个讨论 因为你跟他谈的 你把你的立场讲得非常硬 OK 那么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困难的问题啦 那么杨 因为你是讲比较硬啦 所以我就特别提出来 杨佩佳 佩佳 你说其实你觉得是考虑各种因素 对不对 这是比较综合的观点 就是折中的观点 有些时候可能负责责率比较大 有些负责率比较小 那不同的因素你都列出来 OK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判定的时候也是通常这样做 那你最后说一句你觉得没那么难吧 你就没那么难 我跟你讲 你现在事后跳出来看都很简单 你现在回想50年前的纳粹党都很简单 可是要你回想你现在你自己事实上比较困难 当时活在这个纳粹政权底下所有人民 他们也不觉得他们在做什么坏事 事实上他们不这样想什么他们跟着做 对于这个共犯结构啊 当时有一个例子是这样 他有一个小镇说 纳粹党说要捕捉那个逃到山里面 森林里面的犹太人 请这个小镇帮忙 这个小镇的群体主动去帮忙抓 自愿 不是规定 没有人说你 甚至他们跟你说你不愿意就退出 没关系没有任何惩罚 没有什么枪片都没有 他还是服从 中东变成他讲的机器人 事后这些人其实 这个看情况啦 有些人事后才是很忏悔 很后悔 有些人在合理化 但是这个情况其实我一直讲 其实不太容易 我们事后旁观 旁观者亲啊 看这些都很容易判断 但是我现在如果问说你自己 你能够真的看清楚吗 这个其实困难啦 真的困难点在这里 问自己 你现在所做的所作所为 你都是很清楚的看得出来我的权重在哪里 完全没有受到这个权威的影响 角色的影响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百分之六十人在这个时间里面 会按下去最高电击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百分之六十 事实上 身在齐劲的时候啊 有时候很难跳脱 我是就针对这个case 对 当然 这个case我们事后这样谈嘛 包括纳粹的很多例子嘛 对不对 包括我看到还有其他同学 陈伟航 伟航 你也提到啦 纳粹的例子啊 你反省得很 你就看到其他人在反省 我们事后反省其实都很 反省 事后反省很简单 反省别人也很简单 当自己生理其境的时候 不简单 不容易 搞不好机器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意见 你不是机器人了吗 不是 身在那个反省的话 会有一种责任分散的感觉 对 当然啦 对啊 那你既然觉得说 你 就是那个是他的责任的话 那你就愿意 什么事情都做下去 因为你已经先入围组 认为说 这个是他要负责的 这是我们用来解释 当时那个人心理的想法 就是像他可能在做实验前 要先签一个约 就是说他要做这个 那他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既然有这个 有实验负责 那就会实验负责 来负责一切的事情 那他只要继续做 对啊 这是那个人 可能心中这样想 我们在事后这样想这个人 但是这样这个人 就不用负责吗 就如你刚刚讲的 人其实是有理性跟良知的 对 可是我们还是会 这样想说 那我们给他负责就好 就像今天做很多事情 都是或是像那个校长 就是就像陈维婷他 你讲到重要事件 结果副校长就只好出来抗责人 因为 所以副校长变机器人 你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下面公文的人他发的公文 可是结果是副校长出来抗责人 这样子 中间到底谁发的我不知道 不过你意思就是说他变成机器人 所以他就这样发出来 对 所以他不用负责 就是他算 你这样下去会 他有个结果很可能层层上去 没有人要负责 因为最上面的人说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说大概这个方向 底下人就这样想就这样做了 所以就没人要负责了 所以最后只好叶夫出来道歉 我们现在是说他做出道歉这个事情 是不是他要负责的事情 而不是说陈维婷事情他要不要负责 陈维婷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负责 这很奇怪 不过我说就是叶夫 不过回到主题啦 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说人没有理性没有良知 人就是跟机器人一样 无关任何情境都一样 那就没话讲了 那你就变成机器人 那人跟小狗小猫也一样 你跟那个笑狗的话也会差不多 但是你现在说法是人在平常有理性良知 可是碰到权威的时候会降到零 就是一碰到权威人就变成笑狗 人就变成机器人 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论点其实很强 因为我们突然会认为 人也许会被情境所削弱一下他的理智或理性 但是除非是很极端啦 比如说你在梦游好了 梦游大概就很难说你有什么理性良知了 那这种情况就不太这样讲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有的 其实你在清醒的时候要按下电击 这个其实很可能还是有理性良知 很可能不是降到零 但你现在是说会降到零 降到零就是说会变成跟笑狗一样 OK 你说讨论只能讨论有或零啊 没有你可以有你的意见啊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啊 讨论的时候不会是 你可以说有但是很弱 这也是答案啊 就像刚才这个制程答案 他说他会受到影响很弱 他举出很多理由可能很弱 这也是一个答案啊 我们有时候零到一百 就一定是零或一百啊 你现在要改答案是不是 你有讲过什么 你现在要改答案是不是 那我讲的十或九十这样 你可以再 OK 很好了 我们经过讨论总是有可能调整一下答案 你把你现在最后的想法 update到你的那个讨论线上好不好 好 可以喔 想清楚一点 因为你写的是比较模糊 但是你的意见又这么强 所以我要特别问一下 那你也看看参考一下我们的制程 制程 你知道喔 他分析的满仔细的 还有其他同学 也许不是在你讨论串 你看一看 OK 我不是说你一定错啦 也许你讲的没有讲得很清楚 你再把它讲清楚就好了 你知道我意思喔 这个很有趣的讨论串 那么还有洪瑞宇 瑞宇有没有来 你谈到我们上礼拜讲game theory 对不对 再去理论 再去理论很复杂 在经济学里面 在数学里面弄得很复杂 他还分成各种什么 同时公开资讯不公开资讯呢 还有交出出牌的 或者是同时出牌 这都不一样 各种不同的model 那里面的matrix不同的举证方式 结果出来均衡也不一样 那你问的问题是说 人好像不太理性 那么可以用这个资讯理论来谈吗 会不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 对不对 你要问这个问题吗 这当然是这样子 但是你还记得 我们一开始说人的不理性 人的不理性不是乱七八糟跳的不理性 我们好像书单里面有一本书 叫做什么 Predictably Irrational 对不对 他谈的就是理性 看起来人好像不太理性 可是这个不理性 有一个pattern 可以预测的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完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如果说是乱跳 那大家就很难 那就变成几率的问题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不理性 看起来不是完全理性 可是也不到乱跳 是中间 这一个complex现象 那么 还是可以谈一谈 事实上很多这个经济学家 他们现在叫做行为经济学 就是试图从那个角度来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 人在判断赛局的时候怎么做 又受到什么因素所影响 那是不是有一些pattern出来 那不是乱跳的 所以是可以做 而且还蛮好玩的 我们上课是讲比较简单的 的一个model 基础 但是后面发展出来是非常多样化 而且很多现在的人在研究 了解是吧 所以当然你有任何想法也可以补充 我们这个推荐的书单 是可以写成报告的 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 对不对 所以欢迎你多找来看一看 那当然其实除了写报告之外 那些书也是很好的科普书 所以也推荐你去看一看 即使你说写报告一本 其他本你以后放假有空 也可以拿来看一看 都是不错的书 里面除了谈到这个赛局理论的书 也有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Luciferi Fact 还有这个Mill Grant 都有仔细的书 我们上课都只能讲简单的重点 书里面谈得很仔细 比如说Luciferi Fact 那个Limbardo写的 他把他当时的实验整个过程记录在 所以他书看起来蛮厚的 其实分了两大部分 前半本是在讲他的这个 当时实验整个过程 而且他记录是每一个人都记录 他不是找了十几个同学来吗 他把每一个人都记录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即使当警卫 我们上讲很简单的 警卫好像都很像 其实也有心肠比较软的警卫 他不太想去虐待囚犯也有 但是即使他不太虐待囚犯 他也没有说出面阻止其他来虐待 他顶多就说别人在虐待的时候 他躲到警卫室里面 你要说摸鱼也可以 但他其实不太想虐待 所以他还是把他角色所限制住 他不能说其他人不能这样子做 他没有这样 他就躲起来 那囚犯也有比较硬的囚犯 就是不怕你虐待的 上次有讲过 就是一直被关紧闭 然后他这个汗操又很好 所以你一直叫他做体能 他也不怕的 这也有 那也有崩溃的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林巴尔总他写得很仔细 他把每一个人的记录写下来 因为他这么每个人都不同 不能一概论 但是整体的大体来看 大家还是不同角色的这个角色在做 这是前半本 他记录很仔细 后半本在讲的就是 他参加那个伊拉克的那个调查 那个监狱虐犯的调查 然后做对比 30年前 30年后 一个是假想模拟情境 一个是真实情境 他发现如此雷同 那么当然最后他提出他的一些观点 所以整本书看起来满精彩的 我也建议就是你如果 平常拿来看也可以 你甚至觉得很精彩 想要写成报告也很好 也可以 所以欢迎大家这个多多讨论 多多发言 同时也多多阅读 一边读一边思考 我们中文有句话叫做 学而不思 叫什么 则往 思而不学 则待 总之就是同时你要学看 同时你要思考 不是说东西拿来都十倍 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说什么都不看 空想乱谈 那也不好 一边看一边想 了解我意思 可以 欢迎大家多多发言 看看书 然后讲讲话 我们今天 其实讲东西很多 要花了一点时间 我们要把这个 上个礼拜没讲完的 再来讲完 上个礼拜谈这个团体历程 讲到最后 讲到领导者 对不对 Leadership 每一个团体 我们说社会团体 为了共同目的 而一起活动 互动的一群 超过三个人以上 我们叫团体 社会团体 那么这个社会团体 大概都会有领导者 有些是选出来的 透过一定制度 有些就是默契 你去参加一个讨论会 也没有说一定要谁当leader 可是你在过程中 你慢慢觉得 你大概会知道 谁是一个领导者 谁是leader 可以吧 有这种经验吧 所以这种领导者 大概在一个团体中 就会自然产生 或者客户制度产生 马上我们就会问说 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有一种说法说 领导者是他有一定的特质 他有个人的魅力特色 这个叫做领导的伟人理论 领导者一定是great person 认为优秀的领导者 具有某些关键人格特质 无论他面临什么情况 他都可以领导得很好 他可能怎么样 很聪明 很有魅力 很果决 很果断 还有什么 从小看小鱼往上游 像这种 这个梗你也懂 这个这样是伟大的人成为领导者 不管什么情况他都可以当领导者 也没有这个样子 有人就去研究 美国啦 美国总统 各界的美国总统 他们的政绩跟他们的个人特质 包括他的个性 身份背景 身家 看看有没有相关联 结果发现 对不起 发现只有三个东西有微弱的关联 第一个是身高 第二个是家族人数 第三个认职前著作量 没了 你说这什么关系 这跟领导能力有什么关系 认职前著作量 他的publication 也许是很好的教授 但是好的教授可以当好的领导者吗 这个大概好像没有必然关系 家族人数跟领导什么关系啊 他要领导整个家族 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怎么会家族人数会跟领导力有关系 身高就更奇怪了 为什么身高越高领导力越好 这个逻辑上完全没关系啊 统计上可能随便跑 数量大一点都会跑出一些关系来 但是你要想想看 在理论上的逻辑上有没有关系 可是看起来好像是 逻辑上的没什么特别关联 而且我跟你讲 即使他跑出来的关系 这个关系都很低啦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结论啦 就是你如果单从个人属性很难预估 他会成为多好的领导 其实上这种研究很多人做 大概结果差不多 就是个人背景很难去预估 他能成为多好的研究者 换言之即使某人具有某些人格特质 仍然不保证 他一定会成为优秀或有效的领导者 可能还同时需要考虑情境的因素 我们社会心理学 特别就是强调情境脉络造成的影响 我没有否定说人格特质一定无关 可能有些人格有关 可是你一直考虑人格特质 恐怕很难得到很明确的结果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情境的因素 好 有哪些情境的因素 换言之啊 你要问的问题转变了一下 你再也不是问上面这个问题 你要问的是 当面对不同情境时 何种领导者或领导风格会比较好 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绩效 有一个理论是这样 这个理论非常多 这个理论是比较著名的 他是这样说 他是要领导全变理论 他说领导的效果要看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领导者的取向 或他的领导风格 这可能跟他个人有关 领导取向他说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做任务导向 任务导向的领导方式就是 这个领导者比较关心任务是否完成 而不那么关心团体成员的感觉 跟成员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比较不重视成员之间的感情 凝聚的那不管 他只要任务完成 使命必达 至于团员关系次要 这次叫做任务导向 另外一种叫关系导向 这种领导者比较关心团体成员之间的 互动关系跟情绪 我比较在意这个大家在一起的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 很开心啊 凝聚的高不高啊 至于任务能不能完成 稍微次要 我先以大家的情绪感觉为主 这是两种不同领导风格 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吗 可以啊 你马上可以想 如果是你 你是不是正在担任领导者 社长 社团 系续会会长 有没有 你是不是比较偏哪一种 任务导向 关系导向 这留给你想 你可以在我们讨论区上想一想 自己想一想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 对不起 好像坏掉了 上下不能动 这个只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领导风格 他说还有第二个条件 这是刚刚的任务导向 关系导向第二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领导者 对情境的控制程度 诶 情境的因素进来了 情境也会影响我们的领导风格 谢谢 情境可以分成几种 第一种叫做高度控制情境 在这种情境中 领导者具有合法的权力 受到成员喜爱或尊敬 工作任务的目标跟程序非常清楚 非常明确 幻想这个情境控制得非常良好 那么领导者大家也很推崇 这个是高度控制 就是领导者可以很好的控制整个情境 这是第一类型 相对的叫做低度控制情境 这种情境中的领导者权力不稳固 和成员关系可能不太好 或者工作目标与流程不清楚 复杂或者工作需要创意 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流程 幻想这个领导者 似乎对这个情境控制的情况 不是很良好 非常糟 非常差 不太能控制 当然有介于中间的 介于中间叫中度控制情境 这种情境例如 就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例如领导者和成员相处愉快 可是工作很复杂 哪需要创意 或者领导者不受成员喜爱 可是工作很明确 有这样的工作 对不对 好 所以大概情境啊 可以分成三 三种 那么领导分合分成两种 到底在不同的情境中 谢谢 在不同的情境中 哪一类型的领导者 会表现比较好 还是通通都好 这个做了很多研究 结果直接跟你讲结果 结果其实有点复杂 它是这样 红色这个线是任务取向 蓝色的线是关系取向的领导风格 这个是领导绩效效果 情境三种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任务取向 只重工作完成与否 不重成员关系的这种 在低度控制跟高度控制的时候 领导绩效比较好 相对而言 如果是中度控制的时候 它的绩效比较差 那么如果是关系取向的话 方法反过来 它在中度控制的时候 绩效比较好 如果是在低度跟高度的时候 效果比较差 这个是目前许多人就发现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只看这个领导者的风格 特性 还要看他处在什么情境 才能至少要分成三类 那么你才能看得出来 到底它的气息好不好 所以你马上可以想 如果你现在是当领导者 你当一个社长 你现在的社团 就属于哪一种控制情境 那么你觉得你比较能够发挥的 会是哪一种领导风格 那么事实上 你这样的领导风格 会不会在这样的情境中 会有比较好的绩效 不只你现在 未来 你毕业 相信各位一定会当到主管级 你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你可以想一想 希望大手你还记得 到底有问题 可以 那么有一些附带问题 这个要不要讲 好 讲一下好了 性别差异又来了 有人喜欢问说 男生女生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认为男生或女生领导者 何者比较倾向任务导向 何者倾向关系导向 男生比较会走任务导向 还是女生比较会走任务导向 男生或女生 男生还是女生 认为是男生请举手 好 认为 请放下 认为是女生的请举手 任务导向 任务导向 有人没举手 没举手是什么 一样是吧 认为一样的请举手 不错 有人认为一样很好 相对而言 关系导向 可能就是反过来 对不对 你说男生请到这个 女生请到这个 对不对 这么许多人就发现 如果你去直接调查 去观察 你会发现 好像女生是 的确比较倾向成为关系导向 或者你叫民主式的 因为重视大家感情 男性就比较成为任务导向的领导者 好像现实中的确有这种倾向 然后你直接问人 就好像刚好我这样调查 也有很多人认为 如果是针对需要人技技巧的工作 例如小学老师 通常女性往往被认为是比较好的领导者 去当小学老师好像女生比较好 男生好像觉得比较不好带 至于男生会比较在需要指挥 或控制他人的情境中工作 例如军中 军事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机器人嘛 刚刚刚就讲了 好像男生比较适合当领导者 这种情境 一般也这样想 有这种倾向一般也这样想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天生的吗 天生女生就比较会人际取向 男生就这种取向吗 还是其实人们使用了不同的期望和衡量标准 来评估男性和女性的领导者 这个叫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自政式议员 因为人们这样想 所以指的男生就变成这样 女生就变成这样 有没有可能 其实有可能 性别差异 首先性别差异并非绝对的 许多女性也能采取阳刚的领导风格 非常果决 非常决断力 女生也可能 尤其是在工作需要的时候 而许多男生也可以有很好的人际技巧 换言之啊 所谓的性别差异啊 很多只是刻板印象 我以为那样 其实根本不是那样 我们等一下今天要谈的 其实就跟这个刻板印象有关 我们等一下下一张要谈 有实验研究发现了 那你说为什么刚才女生会倾向那样 男生倾向这样 很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的期望 大家的刻板印象导致的 例如有一个时间发现 如果女生采用了阳刚的作风 非常果决 非常果断 非常有魄力 表现出任务导向或强硬的领导风格 相较于采取相同风格 也就是说男生做出这种行为 女生做出这种行为 结果啊 团圆针对女性这样子的行为啊 反应比较负面 特别是 成员中有男性的时候 例的是女的 结果他做出了非常阳刚的作风 这个任务导向 底下这个男性的成员可能就意见很多 如果同样的行为是男生做出来 可能完全不一样 评价可能不一样 男生如果做出来 这个很好 这个很有魄力 这个很果决 女生做出来 他就很 很多负面词就会出来 同样的行为 那长久下来 你说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很可能就因此而改变他的作风 男生可能就朝向所谓的阳刚作风 女生可能朝向所谓的 情感导向作风 所以很可能是作造出来的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你可以提出意见 在我们的这个论坛上 关于领导者的作风 我们常常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评断男性或女性 即使男性女性 其实可以做的一样好 但是因为我们评断的方式不同 所以导致了这个被评断的对象 做出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他可能不是什么天生的结果 这里是要强加这一点 我还放了这个图 这个是一个电影 有没有看过 The Devil of the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着Prada的恶魔 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看过 里面这个谁啊 梅里斯翠普 对不对 他演了一个非常 怎么样的角色 他是一个老板 非常狠 对不对 非常阳刚气皮 对不对 说一不二 然后非常非常 有人就给他很多批评 这个电影很有趣 但是我只是要缠一点 这个是他的属下 这个女生 后来跑去演蝙蝠俠 是不是 也变得非常狠 你们在演戏啦 他在戏中啊 这个角色是他的属下 他非常凶 他一开始很受不了 可是他在戏中说了一句话 我只要讲这句话 他说 你们很多人在批评我的老板 他作风很讨厌 很波辣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是一个男生 用同样的方式来做 你们通通会称赞他 就他很有魄力 很果决很好 领导者很man 硬起来 什么都来 只是因为他是女生 所以你们就开始批评他 这个就是上面要讲这些事情 了解是吗 了解吗 没看过这个电影 就看看这电影还蛮有趣的 蛮好 这个喜剧片嘛 可以看一看 颠覆了一些想法 OK 这个是我们谈到这里 把上礼拜的讲完 到这里有问题 来 请说 那个低度 低度控制 那个关系不稳定是指 就是比如说这个领导者 跟其他成员基金的关系 不太好 成员没有那么支持他 可是工作程序 你说低度的话是 不但关系不好 工作程序也很混乱 他就很难控制整个情境嘛 他就反正我是领导者 我就一定要这样做下去 就这样搞啊 OK 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谈的 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啦 刻板印象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 偏见 刻板印象 与歧视 三个一起谈 因为三个是彼此相关联的 先给你看一张图 这个 什么叫偏见 跟刻板印象 什么叫歧视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话 像这样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女生一定不会开车 路上开车 前面的车太那么慢 那么乱 一超车过去 女生嘛 难怪 有没有经常听过这种话 我跟你讲 这是偏见 这就是偏见 再来 男生也来 男生一定很不爱干净啦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这也是偏见 甚至刻板印象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台北人怎么样 都怎么样 天龙国 天龙国是吧 这也是偏见 针对某一个群体所提出的一些负面的态度 就是偏见 等一下我仔细讲 还有 各位现在都几年级 几年级生 七年级 八年级是吧 七年级八年级 那我们就说九年级好了 九年级都是草 我不要说你啦 我说九年级 九年级都是草莓族 有没有听过这种 这也是偏见或刻板印象 你把一群人不分天后造白全部打成一个样子 这就是偏见跟刻板印象 其实我讲明白一点 之前我们学过态度对不对 我们讲edict 学过嘛 态度就是针对某个人事物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对不对 OK 所谓的偏见啊 讲的就是 你把这个人事物带进任何一个团体 不管是性别也好 还是什么居住地也好 种族也好 国家也好 年纪也好 通通带进去 你只要带进去是一个团体 针对某个特定团体的 通常是负面的态度 偏见我们通常只是负面 那么 这就叫做偏见 针对某一个团体的负面态度 就叫做偏见 这就是偏见最白话的界定 等一下我仔细谈 所以像这些通通的偏见 通通的偏见 你谁说女生一定不会开车 晒车手也有啊 男生怎么不开干净 男生结癖的也很多啊 但是我们通常会这样讲 或者很多人这样想 好 有一个研究这个 刻板印象的偏见的这个心理学家 他跑去 社会心理学家 他跑去好莱坞 帮几个大电影公司的执行长去演讲 演讲的时候 他同时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他这个测验做的是那个内影 内影态度测验 我们之前讲过 今天我们再会提一下 就是用电脑做的 不是用纸笔问 他要看看这些电影公司的执行长 有没有偏见 结果发现这些执行长们 倾向把正面的词汇 连接到白人或欧洲人的形象 然后把负面的词汇 连到黑人的形象 针对种族 他们似乎有一些内影的偏见 他是用电脑做的 不是直接问 那你马上问题来了 你这个是好莱坞 好莱坞的电影行销全世界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就每年进了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好莱坞电影 你这个执行长底下的 你执行长有偏见 你所拍出来的电影 经过你的这个投资 你会不会可能也带有偏见 搞不好有啊 那你这个偏见是不是穿不到全世界 非常可能 你透过这个媒体 我们今天同学不是说媒体垄断吗 好莱坞最媒体垄断了 电影都是他拍的 那你如果里面这个老大带着偏见 那有没有可能底下这个拍出来的 有可能 所以他就要彰显这一点 还有这个 这个图啊 这个当时 这个很大一个海报 挂在你看这几层楼的 这个房子上面 他在卖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PlayStation 一个P 他叫什么PSP的 是不是一个掌上型的当时流行的一种 一种游戏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他当时啊 好像一开始只有黑色的机种 然后他后来要出白色的机种 结果他打了一个广告 那么White is coming 然后一个白人 抓着一个黑人这样 我们现在会觉得种族拼论 我们这里可能不太高 在国外 尤其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 你如果什么东西一千万种族拼论 那个整个社会会闹翻天啊 可以几乎跟我们这边的这个政党的冲突 可以整同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是哪一家做的 日本的公司 对不对 日本 日本当时啦 他可能搞不太懂这个 老外的这个社会禁忌 就贴了这个广告 马上就来大波 你这个怎么白人 还对着黑人好像打下去 这个简直是不止骗的 简直是暴力行为 都要出来啦 所以这个一贴出来之后 没有几天马上大幅康也马上通通下架 通通通通撤销 这广告通通撤销 不但人家没有对他产品有好感 厌务感大增 没有搞清楚当地的这个民情风俗 事实上这里面很可能带着这个偏见 他们贴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可能好玩 在国外一点都不好玩 偏见 我们刚刚讲只要针对一个族群 你只要带着负面态就可以 那什么样的族群呢 我跟你讲 什么族群都可以 你只要想出一个像度 然后只要能够把人分成至少两类 偏见马上产生 你这个像度可以来自各式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种族 刚才讲种族可以 性别可以 年龄可以 国籍居住地宗教胖瘦疾病 什么都可以成为偏见基础 你只要想出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可以把人至少分成两类 偏见马上随之的来 胖瘦 有人比较胖 有人比较瘦 马上胖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来了 疾病 你只要想出这种疾病 比如说艾滋病 艾滋病 都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就来了 所以这个偏见几乎无所不在 很难摆脱 等一下我跟你讲这个原因 这个书上的漫画 两只狗在讲话 一只狗跟他说 那是一个画着猫的阅历 所以一定不太准 偏见 漫画 通常偏见是针对少数或弱势群体 多数人去歧视少数人 但是也可能倒过来 身为少数的群体 也可能对多数形成偏见 这也是有可能 他们如果常常被欺负他 他也可能对强势者做出偏见 你们这些强势人都怎么样 其实严格言这也算偏见 这有可能的 偏见造成什么问题 小的问题呢 可能会让一个人感觉自主很低落 很难过 这有可能被歧视嘛 大的可能导致集体屠杀 非常可能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 等一下我没提到 那么过去数十年来 许多明显的偏见跟歧视现象 已经减少了 但是许多偏见 现在以间接的形式隐藏的 许多人可能在公开场合隐藏 你支持这个性别平等 支持支持 都支持 私底下就 哎呀这个女生都怎么样 男生都怎么样 私底下就讲出你真心话 因为你知道大家会谴责偏见 所以你不太敢在明显的场合讲 其实你没有完全消除 这有可能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样的现象 总之我们今天要谈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在概念上 区别偏见 刻板印象跟歧视行为 再来我们探讨 行程偏见各种可能成因有哪些 我跟你讲非常多 所以这个偏见要消除 其实非常困难 但我们最后有时间还是要谈谈 虽然很困难 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 不让我们变成像什么 机器人一样 还是有一点 保持一点理性跟良知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最后稍微谈一下 好 就是刚刚讲的 所谓的偏见 刻板印象歧视 其实都是态度的一部分 我们刚刚讲态度还记得吧 针对某一个特定群体 所形成的负面的印象 我们就叫做偏见 可是我们说态度里面有三种成分 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态度的时候 讲到那个广告的时候 有没有 三种成分 态度的三个基本核心元素 或三个成分 以什么为基础 情感 情感 还有没有 非常好啊 再来 认知的 还有没有 行为的 没有错 态度有三种成分 怎么考完次都忘光光了 其中考还会考到其中考的范围 别人说其中考考过了就都忘记了 本来就是 每一个科目的后半段跟前半段 当然是相关联的 这个也是有关联 我们只是把这个态度讲得更细致 我们特别提到特定群体的态度 那么 三个成分 态度三个成分 情感 认知跟行为 所以 有人就把这个偏见 刻板印象歧视 你也可以把它相对应到 情感 认知跟行为 三个成分 偏见 你可以说是 针对某个特定团体的 附向的情感 针对特定团体内的人 所抱持的负面或敌意态度 只因为对方处于该团体 因为这个人处于这个团体 然后这个团体 你就一致的 有附向的敌意 或者附向的情感套装上去 比如说 像你讲这种话 他是什么什么人 他是什么什么国 他是什么什么性别 他什么什么 真令人讨厌 偏见 讨厌是一个情绪 你只要他是属于某一个群体 然后你就讨厌他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偏见 情感成分 了解 那么偏见主要针对态度中的情感成分 但是 我们日常用语中 所谓的president 这个偏见 也有泛指三个 就是有人把这三个合称为偏见 但你如果要更细致的分的话 你也可以说偏见只牵涉情感成分 这是广义跟狭义之别 广义的话你可以说偏见就是泛指整体 狭义的话你就说他只谈到情感 在这一次 我是 这边只是概念界定一下而已 虽然广义而言偏见可能 我们之前讲态度 态度其实包含正面跟副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要很广义来谈的话 其实你要说正面的态度 对于某个团体的正面的情感 也可以算偏见 广义而言可以啦 不过日常不会这样用 他因为某一国人所以我好喜欢他 你就是偏见吗 广义而言算 但是通常不是这样用 我们通常专门指的是负面 一般定义通常是负面 才叫偏见 了解一下 我稍微把概念稍微釐清一点 可以喔 好 总之偏见就是把目标 对象所属的群体视为一体 忽略个别成员之间的差异 这个是偏见 情感成分 再来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针对特定团体的 这个态度中的认知成分 也就是将某一群人 概化 将同样的特征派分到这个群体 所有成员身上 而不管个别成员的实际差异 中文有句话叫做一杆子 怎样 就这个意思啦 反正他属于那个 这群人都 他们这群人都一样 把某一个特征 黏到 或者是标签 贴到某个群体上 认知上 贴上去 比如说 这边你自己套 某一个国家的人全都是 来啦 种族也可以 性别年龄 通通可以 这里面后面可以套任何的这个 你所想得到的概念 他不一定是情感的 他就是很厉害的 通常是负面啦 很糟糕的啦 很不爱干净的啦 这个不会开车啦 都可以 那么刻板印象这个词啊 stereotype这个词 原来最早是用来描述 我们随时存在脑海中的图像 好像我们脑中对外在世界有一个既定的图像 那么并用来与政治世界做对比 这是最早的时候的用法 后来被引称到这个心理学里面这个用法 我们随时存在脑海中的图像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啊 现在请你想 你就在心中想 不要讲出来 心中想一个拳击手的形象 拳击手的形象 想好了 想好了吗 心理想好了 好 我现在只请问你 你现在想的这个形象是女生的警局手 你上过我的补兴课 情况下 大部分的人只有两位 不是这样 大部分人想的是男生 我请你想拳击手 你就想到男生 女生没有人当拳击手吗 有没有女拳击手 有没有 女子拳击手拳击手 有吧 有啊 有很厉害的啊 那你为什么不会那样想呢 你怎么想拳击手就男生 它就是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一想到拳击手 就想到男生 就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刻板印象 你随时存在脑海中的刻板印象 这种例子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广义而言呢 刻板印象呢 就是可以说是针对特定群体的schema 还记得吧 schema 那么不必然带有情绪 也不必然导致歧视行为 而且可以包含正面负面和中性 这是最广义 就是我们刚才说 你其实可以包含正面中性 都可以不一定要负面 可是一般而言我们在用这个词头 通常指的是负面 了解一下 这也是把概念稍微理清楚 这一些存在脑海中的印象啊 虽然用得很快 用得很好 我们之前上这个schema 这个人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用这些 heuristics来做判断 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而且任何刻板印象 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 套用到既定特定群体的所有成员 你现在是把一个群体一概而论 用得很快 可能很多时候很有 这个很有效率 但是你不会永远对 而且你应该不会全对 因为一定里面 你说女生都不会开车 可能你碰到的几个是这样 可是你说全部都这样吗 现在不可能 不可能是全称 所以全称下一定是错的 你现在只是说快速判断 然后你的直觉反应好像是这样 这是刻板印象 了解一下 针对特定团体的态度中的认知成分 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了解 我现在还在干净介绍 马上给你看一些例子 这个是这样啊 这个是Google Google它 你会搜查嘛 对不对 结果它就有去办法搜集 大家搜寻的字眼 然后看看哪些字 跟国家 世界各国的名字 最常连接在一起 很可能这些形容啊 就是这个 大家在心目中 对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 所以它对很多国家都做了这样的分析 几天前的一个调查 不同国家不一样 我们就看美国好了啦 据说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打哪里打哪里 这个 美国通常会跟什么形容词连在一起啊 strength strength很强 好像是刻板印象啊 这刻板印象啊 再来是dislike of broken 这什么意思啊 不喜欢走路是吧 美国人很懒啊 Centering and hospitality 很好客 好像很可欠啊 再来是这个guarding their rights 很保护自己的权力 这好像蛮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 对美国的刻板印象 Antimously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对于这些回教徒 美国人在当时打的 是一直到现在 这是人们的 你其他国家你自己看啦 好像没有台湾 很可惜他们没有分析到台湾 因为 这些都刻板印象 因为没有说一定对一定错 只是刻板印象不一定错啊 但是他不会永远对就是了 OK 这种图其实很多啊 后来有同学寄给我一张图像这样 据说这话的是台湾 据说这里面就是存在的 我们对于台湾各地的 居住地的人们的刻板印象 这个是什么 台湾的中心 这是天龙国嘛 对不对 足科新贵就是我们这里啦 这个底下是什么 他说这反映了很多人对于 这可能是网路上的人啦 乡民们 对台湾各地人们的刻板印象 这搞笑啦 这让你笑一笑 这种图很多啦 你如果找得到 我相信这一大堆这种 有点讽刺性的问题 但是他也显示了 我们的刻板印象是普遍存在 有人看得很开心的样子是不是 你回去的时候再慢慢看 我现在你在网路上可以找到更多 这东西寄给我的 他寄了一大堆 世界各国都有 还有那个全世界的也是画成这样卡通一样 好啦 我们现在讲 可以吧 可以好 要过去吧 第三个成分 情感的认知的最后一个行为的 歧视 通常我们指的就是 偏见中的行为成分 discrimination 歧视讲的就是 只因为对方是属于某个团体的成员 就对他做出不公正 负面或伤害的行为 因为对方属于某个成员 我就对他做出某些不好的行为 这个就是歧视行为 歧视 这个有一个研究是这样 他跑去那个精神疗养院 他真的跑去实地研究 他观察有一间 以白人专业人员为主的精神疗养院 根据医院的记录显示 他就调那个医院记录出来看 结果发现了 有一些治疗法是比较严厉的 生理治疗 化学约束 把他绑起来的 打什么针的这种 用在初期黑人患者身上的次数是白人患者的四倍 他有一个像这样 一开始进来的30天内 这个是使用比较严厉的治疗处理方式 黑人这么多白人这么多 一直到三天之后才开始下降 看起来好像他只要是黑人进来 那么这个 这个疗养院里面的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反正就先给他严厉的方式就好 这个其实是歧视 这个其实是歧视 所以当时这样爆出来之后 他也做了一些改善 这种现象 当然他现在是在美国做这个种族问题 你现在在台湾做 你想想看是不是有可能类似的情形 可能不是种族 或可能是种族 anyway都有可能 你可以想想例子 写在我们论坛上 那也可以吗 这是基本概念界定 好概念界定完了 我们谈谈 偏见看起来很广泛 但是他也很难改变 为什么他很难改变 其实你从刚刚讲解就可以知道了 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情感因素 偏见中的情感成分让人难以论理 不顾反驳和偏见的论证或证据 不断转移交点 攻击 有偏见的人他常常 因为情感上他反正就是讨厌 所以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去访谈 他记录下来 当时针对这个犹太人的偏见 这个X先生 他其实对犹太人有很强的偏见 他说犹太人使人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们只会照顾自己人 他讲了一个这个 看起来有道理的话 Y就反驳他 Y说 可是根据社区基金捐献记录 以人数比例来说 他们对一般性的社区捐献比非犹太人 还慷慨 直接把他反驳 捐捐款 慈善捐款 他没有只照顾自己 他照顾是一般的大众都照顾 结果在X又说 你看你看 所以说明了他们老是花钱买恩惠 然后干涉基督徒的事物 他们想着只有钱 就为什么这么多的犹太银行家都这样 马上转移 Y又来了 可是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 犹太人从事银行业的比例其实非常小 又要跟他反驳 而且拿证据反驳 就X 又来继续来 你看嘛 所以嘛 他们就做一些不值得尊敬的行业 搞电影嘛 就是进行业总会 反正都不行了 这个叫什么 不断的干嘛 跳针 你一看反驳完 他又跳一个 跳一个 永远讲不清 为什么 反正他情感上有讨厌 没办法跟他讲道理 你举了一个反驳他 他又要跳跳跳跳跳跳 到最后其实他是情感上没办法接受 这个让我们很难改变 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你事实上中有什么类似的例子吧 第二个因素是认知的因素 因为偏见中有认知的成分 对于特定的团体 那有特别意见或schema的人呢 在处理相关资讯的时候 会比较注意 而且既得与既有关键一致的资讯 而忽略不一致的资讯 我们之前在讲我们的社会判断 还记得吗 我们的schema 帮助我们的记忆筛选我们不要的讯息 偏见一样 偏见就好像一个眼镜一样 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的 符合我们偏见 不想看的我们就把它当作特例 把它消掉了 所以你的偏见很难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比较容易注意 而且记得符合预期的现象 也就是符合偏见 如果某人的行为 恰好是我们预期的 可能会使得既有科学版印象更加固着 我们看到这个人符合我们科学版印象 我们就说哎呀你看看 果然是这样 那个人不符合就忘记了 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啊 记不记得啊 当时就是你过滤掉 你没有预期看到的东西 偏见就是你预期看到的东西 结果你就很容易把它看成那个样子 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啊 当时我们举这个例子 记者写报导的时候同样是这样子过 这个人叫做抢夺 这个人叫做找到 自然而然就这样表现出来 我们的认知因素也使得我们的偏见很难改变 不只是情感 而我们的认知因素又是这么重要 我们就是因为需要快速的判断很多社会事件 社会判断 所以我们发展出我们的schema 发展出我们的heuristic 这是我们生活中必须 而我们的这些heuristic又造成我们的偏见 换言之啊 偏见非常困难 消除 因为你本来就需要这些快速的heuristic 这个schema来做社会判断 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讲得很仔细 但是你这样做快速判断之后 你所牺牲带来的其中之一个危险就是 你会形成偏见 这是一刀两面 要理解我意思吗 你要了解到这一点 那么有人会说刻板印象可能是有两个阶段 这个我们书上特别提到的 外在刺激 首先可能会引发社会中的普遍刻板印象 这个是可能自动化的 你下一次就想到 你如果你要特别去深思熟虑 你要特别花费心力才能压抑或驳斥 这个叫做控制处理历程 这有两个历程 它是这样 这个我们书上的一个图 一个人来跟你讲某某某 比如说男生都是肮脏的讨蛋鬼 这个人跟他讲 如果你现在只是自动化历程 你没有想很多 你就可能就觉得好像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要仔细想 你可能还会进入控制处理历程 那不公平啊 你讲的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是费力的 而我们的认知有一个特性 叫做这个 这个叫懒惰 偷懒的特性 我们的这个控制处理历程非常懒惰 如果没事它不会动用的 大部分都是靠这个自动历程 能够处理就处理掉 除非特别提醒 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们这个脑袋才开始仔细的想一想 所以我们的偏见非常困难 一拍出 了解意思 我们休息一下